帶領他們發掘宿女學校的小朋友 是蠻有自信的 因為他們不斷有上台的機會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每個小朋友就不斷會有上台的機會 然後會給他們信心 所以比較上來說 整體的小朋友呢 應該都是蠻有自信的 我覺得 那就是說在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小學校教室 你覺得你最大的成就感的快樂在哪 我想 老師呢 最最快樂就不會小朋友成長 就是小朋友呢 他們樂於學習 就是老師最大的快樂 那我們會看到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會因為我們的引導 會不斷的在進步 樂老師也會因為他們不斷的進步 會更想要代理他們的互相 所以應該就是互相得到的快樂 謝謝 那你有沒有什麼就是話 想要對已經畢業的這些 可能曾經是清水國小的同學們 不管他們是在未來學習的路上 還是怎麼樣 那你們有老師有沒有幾句話的一個定名 這樣 就是 希望畢業的小朋友呢 保有他們原來 存福的心 還有上進的心 以及 不斷在學習的 不斷學習的心 那 展現自己的自信心 雖然 不一定是最好 可是呢 不斷的努力 相信他們都是最棒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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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